大家好啊 聽到我說話嗎 每次都會覺得好像你們聽到我說話 因為我只聽到我自己說話 嗨 就是來一個 猝不及防 的直播 又一個 因為今天不是有播出嗎 畢竟展記 然後想說有時間 就在路程上 給大家一個快速的直播 所以大家之後都要走 你看長沙的這個要什麼 什麼橋來著 師傅這個什麼橋啊 服務員路大橋 服務員啊 服務員路大橋 每天很常經過這個橋 我都覺得這一道好美 看到兩邊的那個夜景 今天是不是沒開的比較亮 還是那邊 那邊比較亮 那邊比較亮 馬上就要 現在是前往 宿舍的路上 然後 就 提醒大家可以看節目囉 可以看播出囉 可以看飄移囉 然後 一公 就這樣過去了 播出了 當然就是 好像一陣子之前的事情 然後 現在看到還是覺得 哇 那個時候 在準備的 心情 然後 一公其實還是挺忐忑 就是 就經歷過出舞台嘛 然後 就一公 然後就開始跟 新的哥哥們 組 飄移這個組合 然後我們五個人 我啊 新哥啊 舅舅啊 哲鳴啊 波原啊 就這樣在第一輪 合作了 然後 就是 做了飄移這個舞台 反正我是覺得 走過每一公的舞台都是 很 開心的 然後 不管 結果是什麼 因為其實 過程真的 大家都 很拼 然後我也相信我們 這個舞台都是做到我們 的最棒 當然你說是不是最好的 我覺得 沒有東西是最好的嘛 是吧 但是我覺得是 很值得紀念的一個舞台 然後 剪輯出來還是聽 自己看了 有啊 有大片即時感 看一下你們說什麼好了 真的不考慮跳琴花 對啊 為什麼穿一間琴花開 會被cue出來啊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那個也不算跳舞吧 那個就是因為 演了一部劇 劇情需要裡面角色做的一段 表演 但是好 謝謝大家記得這一段 然後喜歡琴花開 請發開開燦爛 請雨 我永無限 我忘記歌詞了 請發開開燦爛 大家會請跳唱粵語嗎 好啊 搞不好啊 鬼腳樑 對 謝謝大家 我喜提一個新的稱號 鬼腳樑 這你們要去問柏遠 他給的 最近也是看到我的鬼老師 鬼老師的叫 沒關係 大開心就好 我無所謂 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氣氛嘛 我不知道那個 因為我還沒有完全看節目播出 有看到我們的卡段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剪進去那個正人秀 我們在那個練團 練習時跳舞的那一段 那一天我真的是練到 腦子壞掉 所以 突然間 腳就不聽大腦 使喚 然後 想聽小鬼 為什麼每次點這個歌啊 來來來來來 我在唱呢 覺得 有粉絲想聽新歌試唱 新歌試唱 新歌試唱 我怎麼唱啊 歌詞是什麼 收一下 收一下 好了這個直播環節 不是讓大家點歌的 給我澄清一下 但是我當然是可以滿足一下 你們小小的要求 主要是跟你們say hi 然後 這一段路程 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因為 今天 也算 昨天有小小的休息了一下 所以今天心情還可以 什麼 真的要唱新歌試唱嗎 你說的每句話 我都能耳熟能想 像副歌一樣 浪浪上口的唱 對你每次期盼 對阿 唱片才聽到一半 就迫不及待等待你的下一張 愛 就像是 排行榜 你是性格 屢次多管 愛 就算沒有 宣傳 我會天天 全面播放 幫我拿一下 愛的很瘋狂 愛就這樣 哈哈 我不會跳 真的不會跳 但是 很妙的是 是不是有一個動作跟 這個 新歌試唱很像 有點太亮 飄移的這個動作 那天想 為什麼又是 播外套呢 就跟新歌試唱一樣 所以我覺得 唱跳這條路其實 動作 我都來來去 該做的 我都做過了 就那幾張 沒有 好亂講的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我真的是 才剛開始呢 但是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 我覺得 錄節目嘛 就是 你選歌 歌也選你啊 你選人 人也選你啊 那有時候就是一個 我覺得 注定好的事情 所以 我也知道 大家說啊 你怎麼都在唱跳啊 你怎麼 不唱唱歌呢 我當然也好想 好好唱歌啊 我每次都跟 舅舅他們說說啊 我好 我好懷念 持手持的那個 狀態在台上 因為我自從 進了P歌之後 我都一直表演 都是帶那種 那個叫什麼 耳掛嗎 耳麥 頭麥 對 就好懷念 就站在台上 然後就 安安靜靜一束 就像北極星的眼淚 算是這樣子啦 之後 就目前為止 就很想念 在台上 就是拿著手持 然後 安安靜的唱歌 反正這種機會的嘛 我覺得不同的舞台 不同的表演 其實 也挺好的啊 因為其實來這個舞台 本來就是 為了要做一些 可能 不一樣的嘗試 不一樣的挑戰 然後讓大家看到 比較更多面向的我 其實很多 我覺得都是我 但是就是可能 有一些面向 在這個舞台 大家so far 看到的面向 是比較少在 之前我的 自己的一些狀態下 看到的舞台 那不是挺好的嗎 那不然為什麼 來披進展記呢 是吧 看一下你們寫什麼 呃 王子 王子 王子啊 我是孤傲的王 哦 哈哈哈哈 sorry 我是孤傲的王子 做我的故事 好一句 要聽再多 就要期待我的演唱會 我一直說演唱會 我一直說演唱會 也沒有去 還沒有去實 實踐這件事情 是吧 再等等 再等等 然後 嗯 好像差不多耶 我也沒什麼好講的了 你們有什麼要問的嗎 好 跳太快了 你們有看到什麼 值得回復的嗎 太亮了 辛苦同事了 辛苦 多人想聽新專輯的歌 新專輯的歌 我其實坦白說 我都忘了我發新專輯這件事情 但是你們不可以忘記 可以去收聽 可以去看 因為真的是發了數位 專輯上線之後 就馬上進到披進展記的節目了 然後現在 所有心思都是在做公演啊 跟哥哥們之間相處啊 練習啊 什麼的 是很充實很開心的 但是就有一點點小遺憾 是沒有再花更多時間去 好好把這張新專輯 宣傳給大家 白夜克拉克 是吧 大家真的可以去聽看 因為其實 可能跟 看了節目認識我的人 就是 知道跟 看到 聽到的我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都是我 只是在不同的 不同的 環境 不同的情況下 做的不同音樂吧 那你說做專輯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完全做自己啊 做自己喜歡的 做自己想做的 但是在節目裡面 就會有一些 嗯 規則啊 有一些 挑戰啊 那就是可能要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啊 那也挺好的啊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 在拼音展記裡面 你看到可能 不一樣的張東郎 我推薦大家去聽我的新專輯 叫白夜克拉克 裡面有五首歌 那 呃 那我們來唱唱那個 有一首 有一首比較走心的歌 叫 你看我連歌名都 不是 成如此可 不是 我們這麼沒有默契嘛 哭的那一首啊 不招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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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歌詞 我哼了兩句 那這 這次專題裡面說 我覺得蠻走心的歌 然後 也希望可以在拼 展記裡面的公演 有一次 至少有一次機會可以唱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 可以讓大家 就是 好好聽歌的 呃 呃 你看 看著歌詞都唱不出來 哈哈 看一下副歌在哪 呃 有多久 呃 和我一起點亮清晨 好混沉 這盞燈 搖晃著夜的 聲稱 用自嘲 的口吻 溫柔了離別的氣氛 該不該 仔細觸碰 算了不要唱 因為現在聲音還沒看一下 你們都一路平 然後到處喘了 我不要留下來 哈哈 因為昨天我們弄到很晚 昨天我們弄到凌晨吧 應該睡覺都早上六七點了 然後 對 反正大家可以去聽聽看我的新專輯 呃 還有說什麼呢 然後當然就是關注批音講集囉 每個禮拜 單更雙更嘛 是吧 嗯 今天播 出 第一公嘛 一公的上集 明天會有一公的下集 然後 也可以在 呃 很多哥哥當中 在正人秀的時候 去試圖尋找我的蹤跡 哈哈 因為我 我就是那種比較慢熱的 然後在人多的地方 就是會 不會講太多話的那種個性 所以尤其在前面 還沒有那麼熟悉的時候 我必須說我 我就是話比較少的那一個 當然哥哥們 大家都很 很nice 我覺得這一次真的是非常開心 認識這些 呃 哥哥們 大家相處的都很好 然後 雖然說它是個競技 的舞台 但是其實我覺得大家 都是秉持著把自己的舞台做到最好的這種 這種心態去對待 去認真的 對待 每一個舞台 不會是說啊 我們跟你是對戰的啊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真的沒有 當然你說公布成績那一刻 贏啊 輸當然你說贏了會開心 輸了會失落 這是很人 這是很正常的人 人之常情嘛 那過了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 平時在練習 或者是比賽結束之後 真的我 我沒有感覺到太大的 就是 哇 我們是在比賽 或什麼 就是 很期待你 那個黑白封面的那個 那個雜誌 哦 你說你們看到一個 預告是背影的那個嗎 對 好 明天 是吧 嗯 好 先跟你們說了一件事 明天也沒有什麼大事 明天會有一個 我自己啊 我自己覺得 這最近 我們最近不是拍了很多 算是物料嗎 然後 每次大家都會 比如說宣傳的同事 都會 寄一個物料給我說 哇 哥好帥好帥 我就看了一下 我說哦 還可以這樣 哦 還可以 明天這個 是第一次 第一個 他們說哇 哥好帥 看到的時候我說哇 真帥 所以我很期待 他們之前要跟我 他們今天給我檢查 那影片我就很期待什麼時候 可以PO這個 因為我覺得自己真的 那個影片還挺帥的 哈哈 明天 明天 明天就可以讓你們看到那個 其中一個物料了 然後 我們應該也快到了 那 就 開心 今天跟你們在一小段聊天 然後有 剛好看到的朋友們 周末愉快 今天周五嘛對不對 對 周末愉快 然後 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因為最近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對我來說我也是很珍惜的 可以好好吃飯的時候 可以好好睡覺的時候 都要好好珍惜 好 那今天晚上就先這樣 那我們有緣在 線上直播 拜 拜 拜 那你們掛了 掛了 拜拜 那你掛嗎 掛了 拜拜 掛不掛 哦 你們不能掛 就只有我能掛 好吧 哈哈哈